有感无感是很多民众最近经常听到的两个字词 但是根据了解 其实马总统对无感这两个字相当在意相当敏感 甚至在意到晚上睡不着觉 擦擦眼镜准备好了 苏正昌变身广告明星 还是很负责任的提出有感经济 指导马政府的痛处无感经济 这是民进党还在后置中的电视广告 还有有感经济的文宣呢 民进党来势汹汹 马总统有感受吗 民调那么低 你说不紧张都骗人了 党内立委都知道 马总统最讨厌人家 说他无感了 甚至因此在意到睡不着觉 人家说马英九执政 你没有感觉 你说你才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 对 你没有感觉 你根本就是麻木不仁 对不对 选前谁比较有感 两个都自比为蒋经国传人的马宋 吵翻天 常常讲人民的小事 就是政府的大事 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百花一点就是要让人民有感 这是蒋经国的名言 宋楚瑜在去年 让这句话重新活了过来 时间就这样 过了一年又四个月 总统竟然还搞不太清楚 什么是有感 什么是无感 我们有没有赚到钱 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一个有一个无啊 没有感 江心比心 总统您懂吗 教育部的词典 虽然查不到有感是什么 但会直接跳出来 有感地震 有感电 有感而发 简单的说 就是要感动人 或让人有感觉 这由 很难懂吗 年代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真的会变丐帮吗 韩国在60年代 难得出国 导致 web 好